在Equilibus里面装一个Jungle的开发 而且确定一定要装到正确的 你的Python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Equilibus里面 像我这一台的位置 你可以到 Pephiblius里面去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路径 Interpreter里面的这个 因为我是装在低谍的这个路径 所以你将来的话 也一定要装到这个位置 而且如果你是装成功的话 你如果是成功的话 会多出下面三个东西 这是表示一定是成功的状态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那一台电脑就没有办法正确执行Jungle OK 没有办法执行Jungle的话 你即便可以建立一个Jungle 但是它里面就没有办法帮你产生一些 应该产生的一些相关的档案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自动产生 帮你产生一些档案的功能 那如果那个部分没有的话 你就后面你要做一些事情 就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那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呢 这个Jungle挂上去之后的话 它等同就是说 可以让你转一个伺服器在你的电脑上面 那个伺服器的话就网络伺服器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Apache有点关系 就是拿Apache来改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它背后就会帮你转一个 就是类似像Apache的伺服器 OK 那本身的话呢 它也会把那个 就是Python的Library 直接挂上去的 所以你只要Run的话呢 以前类似像写PHP PHP背后你要用PHP的语法 或JSP你可能用Java 但是Jungle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用Python的语法 而且大部分的程式 基本上 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非常少 你可以把之前写过的程式 就是把它就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把IP位置找到之后的话 其他的也可以连到你这一台电脑 也就是实际上你就是架一个伺服器 然后可以跟使用者之间做互动就对了 OK 比如说我们今天像之前 我们简单的像什么一些小游戏好了 如果说你今天玩游戏的对象 不是只有自己单机上而已 而且说跟那个其他电脑能够连线的话 那你就过来一个Jungle就可以 Jungle其实我是觉得并不复杂 但是主要会困难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你的环境有没有建置成功 OK 如果你建置成功的话 那后面应该就稍微 就基本上就简单了 但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就是说 因为你的电脑装了太多个这个Python 我发现很多人刚才有练习的说 你喜欢挂也有的没的 一下是安装版 一下是免安装版 一下子又是又装了阿卡宏的 阿卡宏的他也认为说 它是一个Python的Library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方法 这边有一个什么 好像有一个就是Advanced Auto Config 这个好像会自动帮你找到你电脑里面 有的Library 他这边你如果把它Run一下这个 他也会找到阿卡宏的 他会认为说你的那个什么 其他还有你的Python是在这个路径 所以如果你们电脑是这样也许他就认为说 所以你如果直接Run那个指令可能就装到阿卡宏的里面去了 所以也许大家注意一下 或者你可能装Python 那这个也是我不太喜欢的地方 因为 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就不装这个 因为阿卡宏的装起来的话 他可能至少 我记得他要2GB多吧 2GB多 装了什么东西啊 天哪 你Python才100多美而已 你装2GB多到底装了什么 而且装好久好久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装过 而且他里面给你一大东西 你可能未来完全用不到 那完全用不到你干嘛装这些东西 不就是一种什么 就是一些垃圾就装在你电脑里 其实我最讨厌就是装了一大 像那个Visual Studio也是这样 一装起来 天哪 至少我记得 装了几十GB的东西在你电脑 我不知道几十GB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可能你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 那这样开发起来 你将来如果出问题的话 到底是哪边的问题 你可能有相对的 你比较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注意一下 那我就不把它加进来 因为他会侦测到你 那OK的话 他会帮你把它加进来了 比如说我这边加进来 他又多一个了 有没有 也就他有两个让你选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里面就没有 这里面好像只有装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拍 Python Win OK 然后所以这个里面就没有Jungle 这个里面才有Jungle 那你也可以把它remove掉 OK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renew remove OK 那大家知道一下 这样子的话 你弄完之后 你才有办法怎么样 去键 在我们的那个专案底下 键一个Jungle 我上个礼拜有做一个testJungle 那你可以怎么按右键 这边可以run as 然后把它run 然后把它run run 起来之后的话 它这边会出现一个IP位置 不过这个IP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放 所以只限于你目前的电脑可以连接 外部电脑是无法连接的 那要怎么样可以让别人可以连接呢 待会我会再说明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把参数改一下就好了 OK 那第一个 当然我们 你可以打local host 或者是你打127.0.0.1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local host 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电脑本机 好